传统竹工由于已经不符合社会需求 目前只有在特定的祭典当中或者是活动里才可以看到 而在选择上竹子也不太一样的 这有两种是民众最容易取得的材料 这也让部落族人更容易学习如何打造一把属于自己专用的传统竹工 拉满工对于部落男性朋友来说相当容易 但是女性朋友若想要学习可就没那么简单 抓不到射箭诀窍的女性朋友 也常常因此被弓玄打到手指受伤 技术上的一个问题是 哇然后拉弓的姿势不对 然后剑拿的不对 就会常常会伤到自己伤到 所以你有没有打到自己的手过 有有有第一次的时候总是打到自己的肉 再过来就很小心 可是姿势就还是一样是不正确 竹工一般取材以赤足为主 弹性好分两种做法 正取工与反取工 将阻止调成皮在内或皮在外两种做法 而弓玄的张力棒数也会因此而有所差异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它的圆形 弯曲的圆形来去做一个反拉的选择 所以一片一整根的赤足里面 我们把它剖半的话它有一个正面的跟反面的 所以我们利用它这个做反拉 所以它一根竹子里面会可以做成两只工 原住民各部落都有一套自己的制作方法 足弓拉力已经可以制作到60磅足以猎杀野猪 一般狩猎所讲的穿透力至少要50磅以上 而这项课程教学也让部落妇女踊跃参与 达到了传统文化传授的目标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